谢志伟称举国旗边举边吐血 台北市议员尤淑慧就说 真正吐血的应该是花钱养你的台湾人 你身为了国家的外交代表 却不认同国家 他三说国门没有关 就可以脱离国籍私教身份证 他会诚心送上祝福 关于谢志伟说 国旗越举越吐血 我觉得真正吐血是 花钱养你的2300万人 全台湾都认同中华民国 连蔡英文都被逼得 要在中华民国前低头 承认自己是中华民国总统 如果谢志伟这么否定 跟不屑中华民国 拜托国门没有关 你就脱离国籍 你可以脱离中华民国的国籍 没有人挡你 你可以把中华民国的护照撕掉 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剪掉 然后去注销你的国籍 没有人挡你 就像以前民进党羞辱 这个为台湾奉献一生的 这个老伯伯一样说 太平洋没家盖 你们可以自己走 现在也一样 中华民国的国门 没有绑住你谢志伟 请你就注销这个国籍吧 身为一个国家的这个外交代表 都不认同这个国家了 那你当这个外交代表要干嘛呢 不管是谢志伟 王定宇 或者是过去的段仪康 其实他们都有同样的这个类似的外省的背景 他们的父子辈可能都是从大陆来台湾 而且是历经国共内在台湾最艰苦的那一段 他们反而不去正视自己父亲辈的这个台湾的苦难历史 中华民国来台湾的生存不义 现在却要更激进的去毁灭自己的国家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民进党里面的这些外省人 特别生存不义 所以用这种方法更激进的方法来效忠 来当投名状 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样子 但我觉得这种心态是十分扭曲 而让人家难以理解的 我还是要重申一句话 中华民国2300万人不差你谢志伟一个 请注销你的国籍 请离开中华民国 我会拍拍手祝福你找到更好的国家 还有来关系民进党党员焦糖哥哥 12号质疑了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许巧新开会玩手机 还提前离开了北市议会 不过对此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崇文就说了 他说许巧新提前离席的原因 其实是事出有因的 而且抨击焦糖哥哥实在悲哀是塔律般焦糖 这回难道1450为了围剿 许巧新又出动了吗 原来是焦糖哥哥他就在脸书po了议程说 许巧新开会开到一半人跑了 不过许巧新他也做出了反驳说 已经请假 议会11点59分散会 反批焦糖看图说故事 自以为打脸别人结果糗的是自己 而陈崇文也是 台北市议会教育委员会的这个召集人 也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 他说许巧新在会议前其实就已经向议会 好还有他来请假 但是呢因为当天要审查的是运动券的垫付款 是他亲自拜托许巧新来参与会议的审查 并不是焦糖哥哥所言无故缺席 他也认为实在很悲哀 这个塔律般焦糖 而另外呢上次罗之常也跳出来声援说 18亿的国家机器集火围剿 代表你打的塔律般打的很痛哦 游淑慧也说现在台湾简直就像鱿鱼游戏 而民进党就像是监控娃娃 执行者就是1450网军测译 谁反对谁不守规则就会被1450给裂伤 确实因为我站出来呢支持罢免陈伯伟 所以被塔律般的测译给盯上了 包括呢去抹黑我说呢 诶 徐巧新不能打疫苗啊 徐巧新这个开会不能请假啊 然后呢这个开会的时候呢 也不能使用手机啊等等这些荒腔走版的言论哦 其实他们还做了各种的梗图 到处的出征到处的出击 但实际上呢最后打点到自己 包括也被抓包说呢 陈伯伟在委员会里面似乎 讲完话就走了 连议案审查都没有留下来做 那呃也没看到这些测意哦 去对他有什么样的批评跟指教 那可见得完全是一个双重标准 但是为什么我要支持站出来罢免陈伯伟呢 恰恰也就是认为民进党上任以来 包括小绿 包括这些测意各式各样的霸凌式的文化 是非常不可举的 所以我认为他们需要一个教训 如果今天不站出来罢免陈伯伟他们就觉得这招是有用的 这样做是有效的 那会让我们国家社会的政治文化越来越糟糕 所以呃我们是越战越猛 因为战事呢不能选择自己的战场 而且战事呢要战就是要在战场上 所以塔律班测意要战来战我们完全不怕 最重要的就是10月23号陈伯伟的罢免案一定要过 这样才能给这些塔律班一个真实的教训 网络呢已经成为 呃蓝绿白呢三个 三个政党之间呢 最火热的战场 那徐晓卿最近呢被塔律班被1450盯上 那当然是跟他大力支持3Q 还有过去一段情节之内 强力抨击民进党政府呢 很有关系 那我认为我们这边呢不能让这个单格的政治人物来单打独斗 我们自己也要结成一个力量 碰到了一些攻击 碰到一些被围剿的时候 我们也要有自己的群色群力呢 来去把这些力量逐出来 那不要去担心跟他这样子的一个你来我往 因为你来我往才能展现我们自己的言论的力量 你来我往双方呢才会觉得说 你是有缓急的能力 会癫癫自己的精良 再决定要不要发动这些网路上的攻击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民党呢 还有我们国民党自己的支持者呢 坦白讲平常也要多多练兵 在网路媒体这一块 在网路舆论这一块呢 也要制造一些风向 那这个呢甚至可以带动 民众对于政治议题的认知 任何在网路上呢 再长一次 那么就操级 我让大家知道 哪个人掌握了 这不是什么 这个人 现在